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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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經常說 腦退化就是因為腦子很多東西的信號塞住了 那些膠就阻礙了 是不是? 就是罵人家的腦都是膠的 那你真的有些膠在那裡阻礙你 那就真的是大家來事了 胎盤也是另一個問題 它如果塞住了一些微絲血管 影響了胎兒發育 這個是我們發明塑膠的時候沒有想過的 還有一些東西我們是原意上想去舒緩的問題往往 但是往往反過來 令到問題更加嚴重是怎樣呢? 就是我記得在80年代開始都有人去研究那些叫做 可以自然降解那些這樣的膠袋 在那個膠袋製造的時候 引入很多其他的雜質 令到那個雜質就更加 那些雜質的部分就更加容易被陽光照射 令到那個罪合物斷裂 那個好處就是 的確它是碎片化得很快的 那些這樣的可降解的膠袋就很容易 而你放得久一點 一年半載 你還有那些光照也是多的 拿到碎了 就裝不了東西了 但是那個壞處就是什麼呢? 原來碎了 它是否最後會完全分解到拆回做碳和養呢? 又不是的 很多就會變成我們現在說的這些叫微塑膠的東西 它小到小的那個地步已經是難以再降解的了 它還是一大堆這些塑膠的罪合物分子在這裡 但是就是一顆在那裡 固體在那裡 硬魚在那裡 浮油會吃了 很多東西會吃了 然後它變成一些那麼粉末 基本上是微塑膠你可以想像是粉末狀的東西的時候 散到周圍都是 可以進入到你呼吸 可以進入到你循環系統 可以進入到孕婦的胎盤 現在就有另一個嚇一嚇你就是說 你去到你的高院都有 然後還要是 現在那個研究講的 他說在他找到的那些sample裡面 就是起碼有二十三個人和四十幾個狗 狗的高院都是找到微塑膠在裡面 那怎樣走進去呢 那這個就很奇怪了 你說如果我在我的腸胃裡面 找到微塑膠 那我就吃下去了 我的肺裡面找到微塑膠 那我呼吸系統進去的 那血液循環是怎樣去的 那可能它在微塑的地上 我又吃進去 又在腸裡面進去 那但是現在是講到生殖系統 我想不會有人愚蠢到自己塞進去的 是不是 就是現在講的是 那個研究有微塑膠 高院有微塑膠 應該不是那些狗和那些人無聊 自己塞一些膠進去 就是這樣玩法的嘛 是不是 那現在這些東西進去會怎樣呢 好了 會不會是塞住那些東西呢 會不會就不是塞住那些東西都算了 台長你記不記得早幾年講素化劑那件事 記得啊 素化劑其中一個副作用是什麼呢 令到你不育 令到那個男人比較有型的 甚至乎有些東西是 它會令到你的身體不以為 它是一些類似類性賀爾蒙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令到那個不育的原因 令到男人的那個生殖能力是下降的 那現在講的不是塑化劑了 微塑膠會不會都有類似這樣的效果呢 那你可以這樣有權去懷疑的 那現在就這樣報導了出來 那這些微塑膠問題呢 可以就是說 我們已經一直這樣數了 我們在這麼多集科學生之以來 我們提到微塑膠 我們試過提過海洋生態裡面的微塑膠 就是那些烏龜啊浮油吃了很多 然後由浮油吃完之後被一些小魚吃了 然後被一些大魚吃了 然後我們吃了 那原來我們發覺從食物鏈上 我們吃了一些微塑膠 很多時候是由海產 而且那些海產呢 多數不是在講魚 是在講青口、生蠔 就是那些貝殼類的那些 尤其是你如果在講青口和生蠔 也都吃得很粗 專門吃那些骯髒的東西 甚至有些是重金屬都有的 我們就當然很怕吃重金屬 所以那些海我們要很乾淨 但是現在就是說 我們以為很乾淨的那些海 已經是那些微塑膠散到四處都是 所以海洋生態進入食物鏈 那個微塑膠那裡是一個環節 接著我們講到老部和胎盤 剛才提過 我們以前有節目有提過 那這次就特意講到就是 就是藍士福音了 真是慘了 那就連高院和那個爵都有 那就是怎麼算好呢 就是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用塑膠本身的問題 那些塑膠不停地去碎片化 變成微塑膠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以後我們不要說收回 那些東西已經殺了出去 很難收得回 但是以後怎麼去制止呢 那我會覺得是變成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這樣就是怎樣解決呢 我應該會講的 但是我首先要研究一個問題 如果你說在那個男性的性器官 和那個高院裡面找到的話 那是不是將來這些精子 這些蝸膠 都帶有這個微塑膠的成分呢 現在是的 現在我不知道台長你找不找到 有個圖片的 它是真的拍著一堆 應該是在那個顯微鏡之下呢 我想在那個中國的研究那裡會找得到 因為我有看過那張照片的 就是在那個精子那裡 那堆精子其實都是伴隨著那堆精液 這樣抽出來的 直接你會看到有幾顆膠就浪在那個精子格的底下 就是在那裡 就是那個精子就在一堆微塑膠中間游來游去 就是那幾顆而已 但是你已經真的有了 所以呢 大家可能都變成擁有這個微塑膠發射能力的了 OK 所以你不要問到 將來女性子公為什麼會有微塑膠在那裡 那個胎盤為什麼會有在那裡 你就不要賴是媽媽自己搞成這樣了 可能關我男人的事 不是賴不賴的問題 現在大家都交了 你又交我也交 但是最慘的下一代 會不會是下一代呢 這樣很窄細的 不知道的 你真的要樂觀去看的 有顆膠會聰明了 我不是很相信 是啊 不是啊 膠就會彈性大 大家flexible到多 那就正經一點吧 如果有這個問題 聽聞好像有某些微塑膠會吃膠的 分解膠 我經常想過那種鋼解的問題 剛才我們講過了 其中一種整可鋼解塑膠的手段 就是在它的醉合物裡面 引入其它一些雜質的元素 令到它這個醉合物相對的不是那麼穩定的 而且可以透過吸收陽光 就會斷裂了 就會加速它的不穩定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是在某一些部分有這些 就是在整個醉合物鏈裡面 某一些部分有而已 沒有那些部分它依然是有一顆膠在那裡 有一個醉合物在那裡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看到那些微塑膠 由那個膠袋自動降解成為膠的粉末呢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意思 那有沒有辦法 如果你說真真正正要解決塑膠的問題 應該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真的可以完全溶掉它 溶掉它 溶掉它這裏有兩種方法 你物理上就只能夠將它crush 變成粉末 你溶掉它 意思就是將它整個化學都改掉 那你將化學改掉 要是你就可以想了 你有沒有一些東西 比如那些AA超能膠 你用一些溶劑溶掉它 其實那些這樣的強力膠水 乾了之後就形成了一個醉合物 就黏住一些東西的意思 你發明一件事可以溶掉它 就是那些化學物可以將你 那些強力膠水形成的那些醉合物 是每一個的醉合物的鏈 就是周圍拖著手的那個化學鏈 都斬斷了它 將它真的要溶掉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你其實講自然界上 化學上溶解都是這樣的意思的 你譬如將一些鹽溶掉一些水 那基本上水就有能力 將每一個氯化蠟分子裡面的氯 和蠟都拆開了 離子化了 就令到基本上那些蠟和那個氯 就不會再黏一塊了 就是全部是拆開了 那就叫做才會溶掉了 我們可不可以做到一樣東西出來 就是將那些膠又這樣溶掉了呢 現在就是在想一個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是很矛盾的 你弄到有些東西可以溶掉那些膠 那往往就是令到有時候令到那些膠 你不想它溶的時候都溶掉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想另外一套 那麽有人就想到用生物學的方法了 就由生物學可以說的是一些細菌 或者可以說的是一些烤素 你將它擺到一個特定的條件的時候 才會觸發到它這個反應 譬如說你給它一個潮濕溫暖的環境之後 擺得夠久 它就會開始那些這樣的微生物騷醒 然後就幫你把那些塑膠當成它的食物 就給你吃光它 而一吃光的時候 你知道的 生物吃得一些東西 基本上是把它分解了 我們大自然很有趣的 有一些微生物 有一些動物可以吃纖維的 譬如兔仔 它可以將一些纖維素分解 變成它的糖分 但是人就很多大自然上面的多糖 譬如纖維這些多糖 人就分解不了 所以那些纖維你怎樣入 它就怎樣出的了 但是呢 對於塑膠也是一樣的 人也是這樣 你如果真是很需要 不需要吃一顆膠下去 它也是出一顆膠出來的 因為我們人的身體裡面 是沒有任何的微生物 可以幫我們分解到它 但是在大自然上面 我們是能夠找到 有一些的微生物 是將這些塑膠去分解的 我們去將這些微生物 尤其是細菌 它全部找出來 那麼現在最近 有人也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巧 我覺得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找到一種的細菌 它是特別耐熱的 細菌有一個不好處就是它不耐熱 如果你想在那個塑膠預製的時候 就將這些細菌放進去那個塑膠裡 希望將來它會吃的那些塑膠 但是你做塑膠的時候 本身有一定的溫度 如果它這個細菌捱不過這個溫度 你最後做出來的那個膠 就不可以有一個有效的細菌 在幫你吃的那塊膠 所以呢 最近有個研究很有趣 有人就終於找到一種對的細菌 就將它可以放進去那個塑膠製造的過程裡面 這個細菌可以捱得到 135度都不死的 但是你可能再高一點去到180度 可能它都頂不住了 但是135度可以剛剛好就是 就是通常你塑膠去鑄造時候的那個典型的溫度來的 你只要能夠找到一隻細菌捱得到這個溫度 就代表著你可以還可以把這種細菌 維持它的活性地 去把它融匯在這個塑膠裏面 到假以時日 你將它最好就是放在泥土裏面 當它當一個普通的垃圾 放在一個泥裡 好像一些有機物一樣放在一個泥裡裡 然後你放在一些泥的環境 那個細菌就會騷醒了 它就會到處找東西吃 它就會有能力將那些塑膠 都當成是它的食物這樣去吃了它 在這裡就是在想 我們下一代的這些可降解的塑膠 好不好就不要再走以前那種路線了 走這種結合微生物的路線 會不會更加好呢?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解決辦法來的 尤其是就是說 現在香港你不用塑膠 大家搞得很不習慣這樣 這樣東西是可以明白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那些紙和木的材料 或者粥的材料 功能上不能夠全面地取代 我們日常用的那個要求 雖然在講台長我們小時候 下街買碗粥 都是拿個保溫瓶去做的 接著在外面那裡吃東西 就蹲在一個小椅子裡 拿個陶瓷碗來吃這樣 是不是? 以前不是 你記不記得這個例子的 你以前買過什麼 一根鹹水草吊起的 是的 豬肉 找報紙包鹹水草 找個菜籃買菜 然後那些人就是 那些孤魯佬自己 戴一對筷子 戴一隻匙巾去開飯 是不是? 會是這樣 當然了 今時今日就 有這麼說 你都要有責任去為人提供這個方便 你可不可以找到 如果我們是能夠在科學上面 發明到一種新的材料 你可以讓你繼續用塑膠 但是又不用用到其他東西 還有我覺得更大的問題就是說 很多時候 你用那些所謂 你用金屬的產品 去替代塑膠 用木用竹的產品替代塑膠 是不是代表碳竹積一定是少了呢? 這個要懷疑的 你往往 你為了不做那個塑膠材料 你去做一個木的匙羹 可能用的燃料 對地球碳排放是更高了的 所以反而這件事變成 你以為環保最後是不環保的 所以如果現在有一件 可以 現在還欠個成本問題 自帶細菌的一種可降解塑膠 可以最後將塑膠完全地溶解 吃光 那會不會是一個將來的 真正的比較終極的解決方法呢? 這個可以繼續留意下去 現在我想看一個新發明 通常貴是貴在 它的成本還沒有壓下來 但是我覺得 通常你用得牽涉到細菌 那些成本可以 不是太高的 這支可以結束 我們完成了四支 我們當然要回來這支科學回憶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這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何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 就扮著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 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 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 就會有通知的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